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学呢 对吧 其实呢 如果说你要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都非常简单 特别简单 因为所有的歌曲都是由技巧和方法 以及你对这一首歌的理解和情感组合而成 所以的话 你不管是要你去唱什么样子的歌 对吧 你音准要有吧 对不对 你是不是不能跑掉 然后你要跟着唱伴奏吧 你不能抢拍 漏拍 错拍 音准节奏是手中之要 必须要过 然后第二个 你不能够扯着喉咙去喊吧 关你什么想法 你这样子唱出来也不够好听 气息是不是也要学 对吧 而且我们唱歌是不是不能够扯喉咙啊 老是用一个大白嗓 他精悄悄的来过 发声你也必须要了解 包括我们声音的位置 以及我们的共鸣腔体 那么到了我们第三个阶段之后呢 可能你就要来学习我们的一些有技巧性的东西了 高音咬字啊 对吧 开嗓炼声啊 头上光明啊 浑声啊 烟音啊 或者是来给我们歌曲进行装饰的一些修饰音 怒音 喉音 戏曲戏腔 等等等等 所以说啊 不管你要学什么 对吧 情感先要到位 有了情感之后 有了对于这一首歌的理解之后 你再加上方法 技巧 来把这一首歌能够唱出属于你的感觉 那么以后再碰到你喜欢的歌 对吧 或者是你喜欢的其他的东西 只要你想的就没有得不到的 关注阿孟老师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阿孟老师将会详细跟你们讲解 我们一二三四四个阶段 所有关于唱歌的学习的方法 和一些小技巧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老师我会了 有多好 小假 有多好 好嗎